你找谁 你好 请问这是萧比恩的家吗 是啊 你是 您是妈妈吧 我叫陆军 是云凯的媳妇 云凯 媳妇 那 云凯呢 妈 云凯才没回来 她去大四岛支撑任务了 让我过来看看她跟爸爸 云凯 她有媳妇了 妈 是些天大的喜事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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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爸 你好 您愣什么愣啊 这是云凯的媳妇 快 爸 好好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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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水 来 来 孩子 谢谢妈 吃东西啊 谢谢爸 谢谢爸 来 坐下 坐下 爸 妈 你们就别忙活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别那么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 孩子 妈 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哪 有我老爸 我妈 我还有两个姐姐 我老爸和我妈 他们早就退休了 我大姐她是个医生 二姐经商 我呀 在咱们东海电视台工作 电视台 那向云凯你认识 云 别提这个自立不懂的东西呢 认识妈 妈 我跟云凯也是同事 也天天见的 那 那你跟云凯是 妈 爸 我和云凯 还想请你们二老原谅呢 因为他执行任务比较急 我跟他结婚的事 也没来得及向你二老汇报 希望爸爸妈妈 能够原谅我们 没事 没事 云凯这个孩子 从小就懂事 不说就有不说的道理 是 只要你们夫妻相亲相爱的 我们坐老的就替你们高兴 谢谢妈 谢谢爸 楚阿姨 秀武 找我有事啊 是这样的 我想让你明天跟我一块去趟沈辰 把天人公司的那笔生意 给谈下来 我可从不来没干过这种谈判的事啊 没关系 这个就跟在厂里搞管理是一样的 一回生二回熟嘛 以前呢 我谈生意 总有孙强在旁边帮着 现在一个人 我主要想让你帮我壮壮胆 行 那阿姨就跟你出去见见世面 好 那咱明天早上七点半出发 行 那我去车间去安排一下吧 好 行 我去了啊 小红啊 嗯 小红啊 你在干什么 娘 明天秀武让我陪她去省城谈生意 你觉得我穿这件好不好看 太素了这件 那这件 这件好 这件 贤老 贤老啊 那这个呢 这个好不好 这个也贤老 小红啊 来 你穿这件 这件好看 这个太艳了 娘 这 这个不行 这是我跟守智结婚的时候穿的呢 小红啊 你嫁到我们朱家 没穿几件好衣服 守智啊 有愧于你 娘 你别这么说 行 那我就穿那件 好 穿这件 穿上看看 好看吗 好看吗 真好看 是不是太艳了 不艳 真好看 刘总啊 我知道你是从军期歌舞团走出来的 今天呢 我特意请了一位朋友来作陪 给刘总一个惊喜 马总请的是哪位啊 天机不可泄露啊 这位朋友可是常在我面前提你夸你啊 不然我也不甘轻易跟你把合同签了 谢谢马总的信任 我相信我们这一次的合作 一定会很愉快的 来 朱副团长 谢吴姐 朱副团长 来 快坐呀 朱副团长 等你老板签了 好 来 来 坐吧 坐吧 来 来 服务团啊 上菜 来 玉女 吃菜 吃鱼 来 吃鱼 谢谢妈 谢谢妈 吃鸡啊 吃鸡 谢谢妈 随便吃啊 我自己来吧 妈 孩子啊 在自己家里面不要客气 想吃什么就给妈说啊 吃吃吃 来 爸 您再喝一杯 我自己来 喝了这杯 不能再喝了 不是高兴吗 高兴也不能多喝 今天看着儿媳妇的面 也让你多喝了几杯 你不知道 你爸血压膏肝酸不好 医生不让他喝酒 也是让拿云海不争气的东西给气的 你说 电视台的工作多好 他不走正道 一让人给开了 看 当着孩子的面 说这是干什么呀 早知道这畜生是这样 我生他干什么 你说 这亲生的 还不如后养的呢 这就应证了老人俗话了 一模生百般 也有兔子 也有欢哪 老东西 你说谁生兔子 谁生了欢哪 严谤 没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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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吃下来去再一口 好好好 好好好 来吧 我祝你 好嘞 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西吴姐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出来一趟 他们一起玩 小艾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跟祝福团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们之间没什么事啊 还跟我撒谎 你当我们多傻呀 真以为我们都看不出来 刘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事 马总 我跟小艾是朋友 我们说几句话 那我先到楼下看看 好 不好意思啊 真的 修姐 我们之间真没什么事 小艾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友谊 到此为止了 别 修姐 你听我说吗 其实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那种事 只是最近 团里的人才为我们撮合 这谁撮合的 撮合这种事 这不缺德吗 小艾 你不知道吗 朱副团长是有家事的人 可是朱副团长的感情已经破裂 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啊 朱副团长是受害者 当年要不是被他老丈人 这么多年 朱副团长他受了多少苦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朱副团长他太可怜了 对 没错 他是可怜 可是有人比他更可怜 你知不知道小艾 那个女孩 叫小艾 我认识她 以前在绣舞的舞蹈学校见过面 是个不错的女孩 我认识她 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 那我就不瞒你了 我和她虽然 她没有谈婚论嫁但是 但是我已经决定取她了 小红十几年了 咱们的婚姻 名存实亡 在这儿趁下去实在没有意思 我本来想要这几天回东海 当面跟你谈谈 但是既然你来了 但是既然你来了 咱们干脆就开城布公吧 该来的终于来了 这个结果 我等了十几年了 以前我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就常常想 一活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我曾经唤醒了 也许我